大家好,我是阿妈 这是前几天泡的一坛子酸菜 今天的话呢,闻到味道已经很香了 顺便来分享一下酸菜的做法 像我手上拿的芥菜 就是用来腌酸菜最常见的青菜 如果买不到,或者是家里面没有 你就用小白菜,萝卜菜,或者是大头菜也都可以腌好 先把大一点的芥菜像这样子对半切开 里里外外都淘洗干净 再把水分晾干 做这个就不要着急 我们先把水分给它脱干 像这样子摸起来没有水分 而且菜叶已经腌了 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了 再烧一锅开水 先把菜头放进去烫两下 然后再把菜叶放进去 转两圈 也就是大概三秒钟左右 你给它过一个身 翻一个面 你就可以把菜叶捞起来了 这里最主要是不要烫得太久了 过度烫熟的话呢 腌制出来的酸菜就是容易烂叶子 而且口感也不脆爽了 记住这一点哦 烫锅青菜的水也不要扔掉 在里面倒入少量的食用盐 一点花椒 然后就是平常吃的大米 倒进去 这三样 给它搅拌均匀 煮上五六分钟 再把花椒大米捞干净 煮好的水要等它冷却哦 不然你一下子倒进去 整个菜叶都已经熟透了 没过菜叶的水量就可以 不用太多 在表面加上一些生姜 小米辣增加风味 用个重物盖着 防止浮起来 完全冷却后我们就可以放到拎冷处 给它腌制七到十天 这个时间只能是参考 如果当地有二十几度的温度 那可能三天就已经泡好了 但是如果当地是负二十度 那可能半个月都还没有腌好 最主要你是要看自己 坛子里面酸菜的状态 像这样子 整体颜色都已经变黄 闻起来酸酸的 而且的话呢 米汤是半拉丝的 这种酸菜就已经发酵好了 我一直都很喜欢米汤发酵 它做出来的酸菜真的是又香又脆 不管是淘米水 还是用糯米粉 都是差不多的原理 这个第一次做出来的酸水 流起来就是母水了 下一次泡酸菜 时间上更快 而且口味上更好吃 酸菜就做好了 快去试一下吧